北京時間11月25號晚間 中共官媒報導習近平向拜登發取賀電的消息 而外交部也表明 向拜登和哈里斯祝賀 是因為我們理解 大選的結果會按照美國的法律和程序做出確定 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認為 中共當局向拜登祝賀 不是因為他們認為拜登篤定在2021年1月入主白宮 而是發現了拜登的情勢危急 與此同時 川普政府仍持續對中共施以重磅制裁 選總統的資格 可能已經有一點岌岌可危 唐靖遠認為 在這種情勢下 習近平對拜登發出祝賀 與其說是祝賀 不如說是企圖幫拜登站穩腳跟 穩住陣腳 而在習近平發電祝賀的前一天 中共外交智囊 前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傅瑩 在《紐約時報》投書 強調中美構建合作競爭關係是可能的 唐靖遠認為 傅瑩代表了習近平 向整個美國社會 甚至向世界發出一個信號 只要拜登上臺 不再遵循像此前川普政府的政策 中共可以在經濟上做出讓步 但這對美國利益是損失的 旅美政經分析人士秦鵬認為 傅瑩所謂淨和關係的重新定義 其實想要回到過去美中關係的常態 也就是中共佔美國便宜的時代 拜登在尚未當選時 便陸續對外公布所謂的內閣人選 引發外界疑慮 來自阿肯斯州的參議員科頓也語 拜登所選的團隊只會加強對中共軟弱的立場 參議員盧比奧說 拜登團隊將會有禮貌和有秩序的讓美國衰落 盧比奧本人則說 他沒有興趣回到使美國依賴中國的正常狀態 唐靖遠分析 根據拜登公布他所謂的內閣成員 包括國務卿布林肯 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等人 都是奧巴馬時期或克林頓時期的官員 都是在奧巴馬時期或者是在克林頓時期 長期的就是擔任這種外交啊 國家安全啊等等 這些領域任職的一些人物 那麼他們如果說現在來上臺 毫不疑問的會讓美國只不過就是回到 當初的奧巴馬和克林頓的時代 認為中共是一個可以合作的競爭對手 而且是把這個合作放在競爭之前的 如果說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那毫無疑問這是中共非常樂於見到的 秦鵬則認為 拜登團隊看重與中共之間的合作 對於目前遭到重擊的中共來說 無疑是救命稻草 拜登聲稱是在入職之後 會立即重新加入巴黎奇諾協定 還要任命和中共關係非常緊密的 前國務卿克里維氣候特使 這實際上是在幫著國內高污染的中共是在恢復名譽 拜登也是聲稱要立即重新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接受媒體訪問 被問到對拜登提出內閣名單的看法時 他說 認識名單上部分的人 他們有著非常不同的觀點 活在一個幻想世界 他們之前落後於形勢 傾向於妥協 唐靖遠認為 蓬佩奧的說法是異語雙關 唐靖遠認為 蓬佩奧指的另一個層面 則反映拜登內閣成員對中美關係 對中共本質的認識是活在幻想世界 和現任政府對中共紅色數字極權本質上的認識 已經嚴重脫節